21世纪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提升 特别是在军事领域 科技的运用造就了许多令人震撼的新型武器 这些武器用途不一 功能也不尽相同 那么各国有哪些明星主战装备 它们又有着怎样的性能 军事科技推出系列节目 为您盘点世界著名武器装备 探寻军事科技奥秘纵来世界军事风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军事科技 战斗机对于现代战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夺取了制空权 可以说就是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随着科技的发展 战斗机已经从第一代的喷气式亚音速 发展到如今具有突出隐身性能 超音速巡航能力 超常规机动性 以及超视距打击能力的新一代战机 这些战机代表了现代科技的更新换代 更是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重要体现 那么世界各国都有哪些经典战机 它们又具有怎样的作战性能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2018年2月21日 俄罗斯空天军四架苏武器战机 飞抵叙利亚赫梅米姆空军基地 这是苏武器战机的首次实战部署 俄罗斯苏武器战机原名特武林 于2010年1月29日首飞成功 2017年8月11日被正式命名为苏武器 它与著名的苏二七师出同门 是由俄罗斯著名的苏霍伊飞机制造局 生产制造的一种双发重型多用途新型战斗机 这款战机采用了推力水量发动机 空中的过失速机动能力 包括在特种调制下来飞行能力 有了比较大的提升和发展 它是把先敌进攻 先敌发现 先敌打击作为核心 如果在隐身方面有缺陷 那么通过强调它的进攻能力 和快速的机动能力 也会取得比较好的优势 随目前看虽然装备速度并不快 但是设计指标比较高 我们讲苏五七作为现在为止 这个四款五代机里面 唯一的俄罗斯型号 那么正在大量地出现在俄罗斯空军里面 也会成为俄罗斯空军下一步的主战武器 苏五七战斗机 作为俄罗斯的新一代战斗机 可以在不借助加力燃烧的条件下 保持高速飞行 因此其设计更加突出高空高速 和超机动作战能力 苏五七的机头 机舱 进气道等 都采用了独特的形状设计 保证了对雷达波的低可探测性 为增强引伸效果 武器舱采取内置方式 但从机头和机尾来看 还可以隐约看到苏二七的影子 因此似乎可以把该机 视为创新与传承并存的一款战机 下一步苏五七的发展 俄罗斯认为是在隐身能力 隐身材料有下功夫 目前它的隐身水平 只有0.5个平方米 所以隐身能力 有可能是今后的发展重点 F-22猛禽战斗机 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 联合研制的单座双发 高隐身性战斗机 也是世界上第一种 进入服役的第五代战机 F-22于2000年陆续开始服役 以取代上一代的主力机种 F-15英式战斗机 2014年9月22日 F-22首次投入实战 参加对叙利亚的打击行动 F-22是美国的第一款五代机 也是全世界第一款五代机 之前叫四代 但是美国为了提高标准 把自己的四代机 生生地拉成了五代机 这款战机是全世界范围内 第一种按照4S标准 建造的新型作战飞机 隐身 超运速巡航 机动能力 保证水平 都有比较大的急迫和发展 F-22战机整合了大量先进技术 这一度导致了它的价格居高不下 而它之前所谓被发现的问题 也被披露出来 包括曾经一度导致 F-22机群停飞的高原缺氧问题 而接近两亿美元的单机报价 令人望而却步 终于在2011年12月13日 最后一架F-22量产型下线 至此F-22的生产线也关闭了 服役的F-22数量 被定格在了187架 F-22接后的发展 有可能会出现F-B两两 就是把对地作战 对海作战也作为核心 如果既可以空战 又可以对地对海 这样可以形成多用途作战平台 如果是进行对空作战 天队单一 再加上数量只有180多件 在空中包括使用频队和强度上 也会射到一定的限制 2019年4月9日 日本航空自卫队一名发言人通报称 日本空中自卫队列装的一架F-35战斗机 从地面雷达屏幕消失 随后被确认坠毁 这架战机是第一架 在亚洲地区坠毁的隐身战机 这起事件引发了世界媒体的关注 F-35A是F-35系列的空军型号 2016年8月2日形成初始作战能力 2017年4月15日 F-35A横跨大西洋 前往英国参与训练任务 成为F-35A的首次境外部署 F-35战机是与美国F-22战机 进行高低搭配的低端机 据说要取代美国18种 所以目前看也是空中 日空 对海对地的一个多面手 这款飞机从作战半径 飞行速度 野生能力方面 与F-22有差距 但是武器装备的携带 以及适应多种 作战环境的产核能力 比F-22仍然要强到多 F-35战斗机系列 起源自美国联合攻击战斗机计划 计划被定位为低成本的武器系统 这是因为现代先进战斗机的成本 不断高涨 单纯依靠这样的高性能 且高价格的战斗机 组成战斗机部队 在财政上难以承受 因此各军种改变以往 各自研制战斗机的传统 联合起来 共同研制一种用途广泛 而价格可承受的低档战斗机 F-35我们说它是一款妥协的战机 就是它的身上融合了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军兵种 最后得出了一个18般武艺 样样都会 样样都不行的飞机 那么而且我们说F-35 在发展过程之中 它考虑用更多的新技术 那么这些新技术 带来了F-35比较低的可靠性 所以看它整个的项目的 延迟程度相当地高 而且不断地出现一些 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 据俄罗斯媒体2019年5月29日报道 俄罗斯副防长 在加加林飞机制造厂视察时表示 俄空天军2020年底前将接收20架 苏35S战斗机 俄媒体指出 加加林飞机制造厂 一直在努力实现苏35S的现代化改装 包括参考在叙利亚的经验 苏35S是苏35战机的改进型 苏35战机是俄罗斯苏国伊设计局研制的 单座双发超机动性多用途战斗机 那些眼花缭乱的动作 几乎都是气动外形 包括推力材发动机能够做顺活线 像过失速机动 我们看到滩肩饼 很多动作都是其他飞机 根本无法做出的 所以无论是敏捷能力 作战半径 飞行指标 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 苏35战机的设计 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 主要为了解决苏27战机 在动力性和信息化程度上的某些不足 不过苏35仍然采用苏27经典的气动布局 外形上区别不大 而实质上却已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斗机了 不仅在起飞重量上 比30多级的苏27高四多 更重要的是 它的动力系统 航电系统 火控系统和武器系统 都进行了全新的设计和改装 它属于四代版 那么就是它永远不可能 跟下一代战机对等的作战 哪怕说你在很多方面有自己的优势 但是你仍然承担不了 直接跟下一代战机对抗的这种任务 那么它只能说是苏57 没有成熟 没有得到足够数量装备的时候 进行这个作战的这么一个角色 21世纪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提升 特别是在军事领域 科技的运用 造就了许多令人震撼的新型武器 这些武器用途不一 功能也不尽相同 那么各国有哪些明星主战装备 它们拥有着怎样的性能 军事科技推出系列节目 为您盘点世界著名武器装备 2018年4月14日 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发动空袭 美国海军出动了驱逐舰 巡洋舰和核潜艇 英国海军出动了潜艇护卫舰 当时法国也派出了护卫舰 并从中东空军基地 派出四架震冬战斗机 参与了攻击 这款战机从外形上看 采用了压式布局 但是大三角翼 达索公司最传统的布局方式 也采用 所以证明了达索公司 老总裁拉曼尔的一句话 好飞机都是好看的飞机 所以这款战机 也继承了之前的全部传统 无论是对海对地 都可以发挥比较大的力量 阵风战斗机 是法国设计制造的 双发三角翼 高机动性多用途战机 采用前置压翼 后略三角翼和单垂尾气动布局 大量采用复合材料 被称为世界上功能最全面的战机 不仅海空坚固 而且具备空战和对地 对海攻击能力 阵风战机与欧洲台风战机 以及瑞典英师战机 并称为欧洲三雄 阵风的未来发展 就是它再强 它加上更多的改进 它也仍然不能达到下一代战机 它只能是这一代里面的 出色的角色 所以说你加了更多的设计之后 你的成本上升 你的成本一接近下一代战机 就会让你的潜在买家 考虑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花这么多钱 我为什么不买下一代 为什么不买F35呢 那么也就是说 阵风处于一种很尴尬的 很有可能我们说 没有未来的这个情况 台风战斗机 台风战斗机 1983年开始研制 1994年3月试飞 是一型 由英德义和西班牙四国 联合研制的一款 多用途战斗机 该型机 采用前置压式三角翼 双发单锤尾 机腹进气道布局 这一布局使得其 具有较好的机动性 但是隐身能力 则相应被削弱 台风战斗在研制上 把意大利 英国 德国 很多技术都集成到了一起 所以无论是起飞时间 到达指定空域的时间 都压缩到了极致 另外武器装备 也是多国化 把多国方案 像流行导弹 包括各种空地的导弹 炸弹都进行了加管 所以这款战机 一个平台 多个国别 有不同版本 适合不同国家使用 所以在出口方面 能够满足很多国家的需要 目前为进一步提高战力 在台风2020计划中 台风战斗机将实施系统的升级改进 如增加宝型邮箱 提高航程 更换更为先进的武器和航电系统等 以期进一步增强台风战斗机的 综合作战能力 下一步我们讲台风的改进 更多的还是在于 这个上一些新的弹药 那么另外就是说 比如说雷达 或者其他一些航电系统 是不是得到一些有效的改进 但是这个最后要看 各个国家可能会 根据各自的需要 来进行改进 JAS-39战斗机 由瑞典萨博公司研制 首飞于1988年 之后向全世界推销 以服役于瑞典 捷克匈牙利等国空军 其JAS作写 为瑞典文中的 对空战斗 对地攻击 侦察的作写 亦为一款战斗 攻击侦察兼具的 多功能战斗机 它也是各种武器装备通吃 能够形成很好的空中进攻 和防御作战能力 因为这款飞机在瑞典 有马路天使的称呼 它不一定依托固定的机场跑道 在高速公路 包括很多有限的条件下 都可以起飞 所以这种能力 也是一些国家特别看重的点 JAS-39的设计理念 首先是要满足于 瑞典自身的国防需求 面积不大的国土 注定了瑞典空军 并不适合装备 重型空优战机 相反 它们的空军中队 必须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反应 并尽可能负担起 几乎所有当代空军的职责 因此 英师从一开始 就被定位为轻型战机 作为一款轻型机 中型机的话 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的改进空间很小 那么很多的新的设备 新的电子设备也好 新的单药也好 受限于你飞机的空间 受限于你的动力系统 可能都装不上 因此我们说 现在来看 英师的最大的问题 是后继乏力 目前战斗机的研发 已经进入了五代机时代 实现了隐身性能和超音速巡航 超高机动性 超视距攻击和超信息化 六代机的研发自然也会成为必然 那么未来 六代机的发展 又会是怎样的趋势呢 六代机现在来看 我们说 欧洲人主要考虑的还是无人 这个无人作战 有人的飞机担任一个控制者 担任一个决策者的决策 而那些所有的 有风险的投弹 包括跟对方的防空系统 进行正面对抗 这些任务 都交给无人作战平台去做 那么这种方式 可能可以最大程度上 去降低人员伤亡的几率 而且也可以提升 整个作战系统的打击能力 目前六代机的标准 大家的争议很大 是在地球轨道上 还是在大气层 有人还是无人 如果能有人无人结合 在高危条件下 以编队和数据链的方式 执行标准任务 这也是今后空中进攻防御 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 所以目前看 六代机的发展 会成为今后空中战斗机的 一个重要趋势 但是每个国家路都不一样 通向罗马 每个国家的脚印大小 包括技术方向 都会有差异 可以说 21世纪的前20年 迎来了五代战机中锋的时代 战斗机的发展 是一个逐渐完善 循序渐进的过程 从机炮到空空导弹 从视距攻击 到超视距攻击 从亚音速到超音速巡航等 尽管目前 四代战机 仍是当今世界各国的 主战力量 但是五代机发挥的优势 则明显地凸显出来 我们相信 未来的世界天空 将会是新一代战机 角逐的战场 好 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军事资讯 欢迎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央视军事科技 微信公众平台 观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